我們又來看一看2018年蛇年朋友、蛇仔、蛇女的運程 我們仍然是用這個塔羅去抽兩張牌 一張代表蛇年朋友仔的整體運勢的2018 另一張代表蛇年朋友有什麼建議讓他今年更豐收 我們剛才看看他們的整體運程牌就是這一張 有兩隻蛇仔在這裡 另外再看看蛇年朋友有什麼建議給他 就是一張這樣的牌匠 蛇年的朋友今年其實都需要有一個很長的假期給自己 就是要一個長一點的休息 一來就是他要自己重整自己的生命位置 很多東西想變但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不是你想駕車 那你就要告訴別人想坐什麼車 你想駕什麼款式的 Priet 你才知道你豈不是什麼車牌 所以其實蛇年朋友可能頭幾個月都會混混噩噩 不知道自己想怎麼 有一個迷 quantitative time 但不需要擔心 因為如果你充足電 你令到自己慢慢修煉自己 或者是休息下的話 你很快充足電 你就會重整你的生命位置 然後重新出發 所以下半年 整年的朋友都要注意 下半年你會全速前進的 如果有個建議給你 就是上半年真的給自己頭一頭 不要太過急進 因為可能你會有些大的決定 如果你上半年很心急要做的話 很大機會做錯決定 尤其是一些說 結婚呀 生仔呀 買車呀 買樓呀 你不會想投資錯誤的 是不是 所以你要小心了 在投資上面 都最好是下半年 或者一些重要的決定 下半年才做 甚至是問你身邊的朋友 先休息一條氣 充足電才決定 好不好